这一次讲很多是新鲜的 好 那就说你要做 成佛就是要做 佛有这样讲吗 做 你喜欢 没有话说 你做的也有成就 也有 但是佛也没有叫你做的 叫做一定成就 这有的人适合这样子 我们尊重 也随喜赞叹 所以这个 如理解义 它是不能有一丁点的偏差 不能有一丁点的偏差 看讲义 依信而灵解 圆解的自信 才能 真正的 如来本起因地 就是这个下手处 这个下手处 必须以 圆解自信 明心 见性 才能达到 究竟成佛 这个是根本的起因 就是地基 这个地基 不能坏 这个就叫 回归一个重点 你这辈子 亲近 上人 千万不能亲近 知见错误的上人 因为你们今天有姻缘 来到这个讲堂 回到出去以后 你们各有自己的时空 各有自己的时空 但问题在你没有践性大悟以前 你没有能力 去分辨 谁讲的是正法 你没有这个能力 大部分的人 就有一点感情作用 什么叫感情作用 我到那个道场 哎呀 上人真的 师父对我最好 对不对 又招呼 我吃饭啊 某某啊 居士啊 你有没有喝茶 最后一句话叫 不气不好意思 这个不好意思 就会杀掉你的法身汇名 没有法你如何解脱呢 是不是 众生就会死在这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嗯 到了下山土以后 来 不好意思的通通关进来 嗯 这佛法呀 是讲求真理的 是讲求解脱的 没有那个不好意思的 那上人对我们很好 我们也对他很恭敬 可是法不相应 哇 那再见 拜拜 拜拜 一次就解决了 那没有法你怎么解脱呀 所以我们修行佛道 要依法不依人 但是现在有点不太一样了 接下来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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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